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美文的常识宝典 认识常用的粉状调味料 讲这东西干嘛呢 这一集非常实用 因为它对烹饪帮助很大 我们顺便也会提到一些烹饪做菜的观念 比如说 我们先看 有哪些粉状调味料 不是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 我们是说粉状的 你看像白胡椒粉 黑胡椒粉 黑胡椒粒 胡椒盐 这些都是经常见的 五香粉 有些人五香粉就搞不清楚 自然粉 罗勒叶 香蒜粉 姜黄粉 辣椒粉 咖喱 咖喱粉 迷迭香粉 肉桂粉 小茜 小茴香粉 一般 厨师烧的好 餐厅吃的好 当然餐厅有很多种 有的餐厅烧的好 有的餐厅普通 有的烧的也不好吃 有的是大厨 有的是夫妻两个自己做 不一样 但是我们说一般 抓个平均素 就是餐厅好像烧的好吃一点 那家里呢 就妈妈嘛 爸爸嘛 妈妈嘛 或者是 就太太嘛 烧嘛 或者是女朋友 或者自己烧 就自己烧呢 觉得 好像是手艺差了那么一点 差了那么一点 当然这一定的嘛 因为外面餐厅 他有师傅嘛 他是吃这行的 而且他有症兆 摒级乙级 而且经验多嘛 那自己烧 当然自己烧也是经常烧嘛 有些妈妈 她也是天天烧啊 但是厨师是 一天要烧很多份啊 而且他有师傅教出来的 妈妈是自己土把练缸啊 然后一天也可能就烧个 两三餐啊 有时候在外面吃啊 烧饭频率不一样 当然有的家庭主妇 烧的也蛮好吃的啊 那我们是讲一个观念啊 观念什么东西呢 就说一般家庭主妇啊 不管是 或者爸爸 有的家里爸爸烧 妈妈烧 太太烧 阿姨烧 不管了 就是自己家里人 就不是职业的 不是专业的烧啊 他也可能常常烧 也可能有兴趣啊 也可能没什么兴趣 有的必须烧 就一般来讲啊 一般家庭主妇啊 他有些通病 通病 这基本上食物都会炒熟啊 食物都会炒熟 然后那个 也都会烧一些菜啊 没问题 可是就烧的 不到地啊 不好吃 不够好吃啦 也不能说不好吃 不够好吃 常常有些哪些通病啊 第一个就是水 水分太多了 水分太多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人习惯啊 做菜 炒菜的时候 他加点水 那有的时候 他没什么加水 可是那个 菜 菜会出水 因为水分一多啊 就整个啊 就会整个糊掉 水分太多 然后吃起来 这个也不雅观啊 吃起来都水啊 一般的水分就太多啊 所以这个 那一般餐厅厨师啊 这种不会有种情况嘛 就是 就是啊 这个炒一炒出水了 他就会啊 把那个啊 菜呢 放在那个 滤网里面啊 滤网有的 那个 一个洞 一个洞有的粗一点 细一点 要把水去掉 那去掉就是 快炒嘛 炒的干一点啊 干一点好吃 水的话就是 第一个菜啊 会这个啊 比较 比较烂掉 糊掉啊 然后如果 装 成菜的时候 又带水分不好啊 当然 除非是勾芡 勾芡也蛮好吃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水分多 那第二个呢 就是颜色通常 乌其妈黑的 乌其妈黑的啊 就是 菜就是尽量是 颜色浅一点啊 就是 就是不管肉啊 菜它原来的颜色啊 就是一般家里主要嘛 就是 喜欢加酱油 酱油不能乱加啊 酱油就是 有些 它本身有颜色加加 或者是有些像东坡肉什么 那种没关系啊 就是 有很多 尤其炒青菜 青菜上面 那个 绿绿的啦 白白的 高丽菜偏白嘛 那你加个酱油 什么 乌其妈黑的 所以酱油不要乱用啊 该用的时候才用 所以颜色尽量不要深 就看起来 白白的 黄黄的 绿绿的 比较好 就是超手啊 就是以前的盐巴啦 现在都是一般用超手 就是那个一粒一粒的啊 只要的 尽量用这些东西啊 尽量用这些东西啊 一般家庭主妇啊 都会犯一些通病啊 水分太多啊 这个 水分太多 或者是颜色 颜色搞得不太对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粉状调味料 讲这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一般家庭主妇炒菜 都习惯嘛 不管炒面炒饭 或者炒蔬菜 或者是加肉丝 或者加鸡丁 或者加猪肉丝牛肉丝 或者猪肉片牛肉片 或者加鱼 加虾 这样下去炒 一般也都会炒 因为家里一般炒菜就那些菜 就那些菜 我看一般能够变出个 三十种就不错了 当厉害的可以变几百种 就是说 但是一般吃起来不好吃 不够好吃 不够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我们说食材 不管是蔬菜类的 或者加一点什么萝卜 什么青椒 什么东西 然后肉类嘛 就各种肉类 加蔬菜 或者加豆干 什么这些 就是食材 下去炒 一般是炒的嘛 炒的多 当然有炖的啦 也有其他的 那一般呢 就大概就是加 盐巴 现在就是很多用操手代替的 就是用操手或盐巴这类的 第二个呢 就是加酱油 加酱油 这两个是经常 那有点 加点糖 调味 提味 差不多这些东西 可是这样炒起来的菜呢 就是说 重规重矩 因为家庭主妇嘛 一般脑袋比较简单 也没学过 还要整理家里 也很忙 做菜就是反正是一个义务嘛 做菜老公也不会另外给他钱 反正打吃一次就好了 不要太难吃 或者他还要变很多菜 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脑袋 去想一些把菜弄得更好吃的一些方式 那这一集为什么讲 意思就是说 其实啊 你马上就可以把你烧的各种菜 就是 马上就可以变得 好吃大概 可以提 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 这不夸张 比如说 就是说你本来人家觉得 炒菜给你七十分嘛 你现在可以马上变得八十五分 差不多这个意思 马上可以大幅提升 就是你的烧马都一样 都一样 当然 我刚才讲的最好水分少一点了 干一点了 油也不能太少了 你说油太少 没有油味也不行了 然后那个酱油不要乱加 颜色对 这些基本观念以外 就是 运用这些粉状调味料 你的菜马上会好吃很多 好吃很多 好 那我们来看看了 不管我们就说 大概炒菜 一般是青菜类嘛 再来是 加肉的嘛 这两大类 当然做法很多了 那我们就说 你不管 不管什么炒菜 我们就说 比如说 加些胡椒粉 胡椒粉 当然有人习惯加就不错 比如说 这个炒饭炒面一定要加 不止白胡椒 黑胡椒都要加 加点胡椒粉 它就提味 那一般的炒菜也可以加一点 就是胡椒 它就是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说叫提味 提味就是增加那个味道 把味道提起来 所以就是我们那个炒菜 你就觉得吃起来有 有些蔬菜的味道 有肉的味道 有豆干的味道 还有什么青椒 黄椒 红椒的味道 或者有其他各种 各种各种食材 或者是 有这个 柯花鱿鱼啦 牛肉 猪肉 羊肉 鸡肉 各种鱼啊 就是本身食材 它本身它的味道 还有加盐 什么 加 酱油 加 加味精啊 加什么 这些东西 糖啊 这些东西 这些 像白胡椒粉 我们讲的这个粉状调料 它会增加它的风味 会增加风味 就是让你 比如说 你就是 加一些 但你可以要做实验 做实验 因为有人手很重 一加加很多 有人手很轻 加一点的就加很多 就是实验一下 就是让这个食物啊 这个风味 风味更丰富 所以就是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 要有那个风味 有那个韵味 做菜也是一样 像女人啊 有韵味 或男人这个很有味道 或者很多事情 有那个味道 或者这首歌唱起来的味道 做菜也是要那个味道 就是 除了我刚刚讲的 这食材本身的味道 还有这个基本的 油啊 盐啊 这个 酵油 味精 这些味道 这些东西都会让它味道增加 因为白胡椒粉啊 它有一种香味啊 因为这边都算香料啊 它这种香味啊 我们叫 菜嘛 叫色香味俱全 第一个色 看起来 不要无其麻黑的 不要水分太多 香嘛 这都是香料嘛 然后 味就吃下去嘛 这都是香料啊 所以这个清水 这些都是清水变鸡汤啊 所以你那个炒面炒饭 你有加胡椒 不管是白胡椒 黑胡椒 有加煤加 差很多啊 它就是一种香味 然后胡椒本身 有一种就是比较 会刺激感官 刺激感官 胡椒嘛 一闻起来 就是你 一觉得 这个加炒面炒饭 或一般菜 就觉得 不是很香 像黑胡椒粉也是一样 当然黑胡椒粉 跟白胡椒粉 味道不一样 那白胡椒粉辣一点 稍微辣一点 黑胡椒粉呢 也比较没那么辣 可它有它的另外一个香味 特殊的味道 但是像我的话 我就不太加黑胡椒粉 因为为什么加黑胡椒粒 有两个差不多 可是呢 黑胡椒粒呢 第一个 它一粒一粒 它也不一定会完全融化 而且你不要太早加 这些很多事 你要起锅之前加 不管是炒芹菜 或者做任何菜 上面有点黑胡椒粒 蛮好看的 而且吃起来 它一粒一粒 就像盐巴嘛 你说盐巴一粒一粒 其实你吃下去 还是有感觉 虽然它一小粒 但一般盐巴会化掉 你也看不到 那黑胡椒粒 有的时候它不会化掉 一吃下去 那个牙齿 咬到一小粒 它会在你整个胃里 在你整个 因为我们这个舌头 主要是舌头胃里 它的感官的感官器 很多 所以它一咬到 一咬到黑胡椒粒 它会整个 整个有一种香味 马上牙齿 舌头 牙齿是没有 感觉不到出来 到底咬碎了以后 舌头 马上就有感觉 吃起来就整个 整个味道不一样 所以这个 白胡椒粉加一些 黑胡椒粉 也加一些 那如果两个都加 就是要比例 所以这个很多是 要看你比例 所以这个 这个我这边 没办法去讲 因为比例嘛 没办法去讲 就你自己 自己去试验一下 那黑胡椒粒 我建议多用 这些都不贵 这些就是几十块 可能 不一定 就每个价钱不一样 可能四十块 五十块 可以用很久 除非你用的量 打扮 可以用很久 算起来算是很便宜 这个 黑胡椒粒 可以多加一点 而且 黑胡椒 白胡椒 是不管 不管蔬菜 有肉类 都可以加 那要是越鱼那些 鱼类的话 就可以少加一点 然后那个 胡椒盐 如果有的时候 你觉得 这个菜炒下去 觉得不够咸 不够咸吗 你要加胡椒 可是你又不想加盐 你就可以用 用点胡椒盐 加点胡椒盐 那有的时候 胡椒盐就取代盐 甚至有时候 你做的时候 就不想加盐 或者不想加操手 就用胡椒盐 但像操手蛮好吃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 都用操手 那五香粉呢 这个是非常管用 因为它是五个味道 五种香 你看这边一个照片 肉桂 这个八角 什么东西 就是算中药材 就它香 香味 所以像那个肉类 这个五香粉 蔬菜倒是 不太用加 就是肉类 但是那个鱼 鱼肉那些 倒不一定要加 就是那个 尤其牛肉 牛肉猪肉 尤其是你炖牛肉 或者做牛肉面 这些 加一下五香粉 它会让整个味道 多层次 它比较 它本来就有五个味道 所以叫五香粉 所以你这得买一罐 得买五罐 所以就是 你加了这些东西以后 就是我们一吃起来 这个舌头就觉得 也不只是盐 不只是操手 不只是味精 不只是糖 不只是酱油 甚至中国的老抽 生抽 一些冰糖 还有一些麻油 一些辣椒 就是你舌头会觉得 这个多层次 味道很多 那就加分嘛 你就感觉到 这个菜就是 第一个香 吃起来香 一香以后 你就有胃口嘛 很多妈妈烧起来 这菜不香 味道不好看 太黑 或水分太多 第一个颜色不好看 没什么食欲 然后菜拿过来 鼻子一闻 没什么香味 小孩子又不想吃啊 老公也不想吃啊 因为不香嘛 所以菜要色香味嘛 很少说不香 不好看 然后味吃起来 好吃不到 很少 很少 所以这色香味 为什么要色香味 就是厨师啊 就是那个 从厨房端出来 第一个 远远的走过来 还闻不到香味 你就看到色嘛 隔个七八公尺 先看到那个颜色 然后再走近一点 就开始 有香或者没香 开始闻到 那味是最后吃的时候 所以色在最前面嘛 香在第二位 这个味道才最后一个 所以五香粉 尤其肉里可以加 尤其那个牛肉面啊 牛肉面是 先那个 先炖牛肉啊 然后面是那个 另外一回事啦 所以要真的吃的时候 才去煮面嘛 所以这个五香粉 而且牛肉面啊 牛肉面自己家里 一定比外面好吃 正常来讲 一定比外面好吃 你说为什么呢 外面这个牛肉面啊 有名的 光是讲一点 外面牛肉面 就比不过家里 因为 因为它这个 外面牛肉面啊 它也是 要煮面的时候 它那个 这个牛肉面 它不会是百分之百 还是那个牛肉汤 炖那个牛肉 它一定是 一般是那个 比如说煮面的水啊 然后去搭配那个 那个牛肉 炖牛肉的汤 所以外面啊 那不可能跟你一比一啊 一定汤 一定那个水啊 煮汤的啊 或者 那个水一定多 一定超过一半 甚至有的 有的就是一点点而已 加那个 牛肉汤 盛出来的那个 牛肉汤 盛一点点 然后就放酱油啊 酱油啊 让黑一点 加盐巴 所以我们就说 很多牛肉面吃 来像酱油味 酱油味 那我们在家里的话 你一比一没有问题啊 一比一绝对没问题啊 一比一的话 那个牛肉面的味道就很浓啊 我们先不要说你牛肉面好不好吃啊 你光是那个牛肉的味道 家里说就够 你可以一比一啊 甚至你可以牛肉汤啊 还超过一半 哇 那个味道就很重 光是这点就打死 打死卖那个牛肉面了 因为外面它将本求利啊 除非它牛肉面卖的很贵啊 或者很道地啊 那它就 那个牛肉汤它咬的多一点啊 光是冲着这一点啊 这个外面牛 牛面比不上啊 自己家里面 当然了 它也加很多东西 那你如果说傻傻的 去煮牛肉 你在炖牛肉是加盐啊 加酱油啊 加什么 当然那个牛肉 牛肉有那个 有好几种做法 有那个清炖的啦 我们就那个红烧 我们就讲红烧好了 红烧五香粉一定要多加啊 五香粉很重要啊 然后那个豆瓣酱啊 豆瓣酱一定要买好的豆瓣酱 千万不要买那个死咸死咸的豆瓣酱 有的那个豆瓣酱很咸啊 就西减西减啦 你就自己试试看嘛 如果这次做失败下去就不要买那个啊 因为我们这边也不要讲说买什么牌子啊 这个是照片截图下来没办法 我们也不要管它是哪一个牌子 你就忽略它了 所以牛肉面你一定要买好一点的 就是那个 这个豆瓣酱啊 就是没有那么死咸的啊 这个也没办法去细讲 你就自己试试看 市面上也就那么几种啊 你试试看哪一种味道最好 然后红烧粉要多加 还有其他各种粉啊 然后那个孜然粉啊 孜然粉也是肉类 所以新疆的为什么 新疆的那个烤肉啊 烤羊肉啊 羊肉串啊 为什么有那个风味 大漠自然 大漠嘛 新疆沙漠 整个盆地 塔利墓盆地 都是沙漠 戈壁嘛 新疆大戈壁 就那个自然啊 就提味 也提味 但是说这个我又没有 我们家里一般几百年才去烤 不可能烤羊排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肉类啊 它跟羊肉很搭了 但是并不是说牛肉猪肉就不搭 它就是那个自然的味 而自然会是一种辛香料 很特殊的 所以你要是 你炖那个猪肉 炖猪肉 炖牛肉啊 甚至你要炒鸡肉什么的 你加一点自然啊 当然除了说家里 你就是这样 你们家人就是讨厌这个自然味 没办法 一般正常啊 就是你加自然以后 当然这自然不能多啊 有些胡椒啊 胡椒粉你多一点 都没关系啊 我们都习惯 像五香粉多加一点 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因为它的都是 它的味道啊 比较 也不是说味道不重啊 而是它 比较温和一点啊 那自然是很强的 你加一点点就好 所以很多东西 你一开始先少一点啊 你加多了就来不及 救不回来 你先加少一点 就妈妈烧菜 自己先尝一尝 觉得吃不太出来的味道 再加一点 吃起来有那个味道 那你觉得你家人 判断要喜不想吃 如果喜欢吃的话 你觉得味道不错 你再多加一点 就自己去试验一下 然后分上下两集讲好了 这是罗勒叶 讲到第七个罗勒叶 剩下我们下集 下集讲完 罗勒叶啊 你看这些 因为这都很方便啊 你到那个超市啊 到这去买 都很方便啊 一个几十块啊 四五十块啊 我看顶多到六十块 就差不多了啊 便宜一点的啊 就每一个成本不一样 有的三四十块 有的四五十块 五六十块 一般就差不多 顶多是到这样 很方便嘛 一买就一个瓶子嘛 因为他这边买的时候 这边都有铝箔子的 都是都卡住了 也也不会掉 拿就开 打开瓶盖以后 再把那个洞啊 搓一搓啊 所以这个很方便 平常用倒的 所以这个非常方便 所以我才要 做这一集介绍一下 那罗勒叶跟薄荷 也有点相近啊 它有处消化啊 因为像那个前面 有些啊 食材大家比较清楚 像罗勒叶 大家比较不清楚 就是长得这样子啊 就是青叶啊 青叶状 但是跟这个啊 跟这个罗勒叶 它变成一粒一粒的时候 颜色变黑了 这边有一个啊 有个照片 罗勒叶 那罗勒叶呢 就是 你蔬菜就不要加 这个东西了 蔬菜 因为它本身就素的 素上加素 就是太素了 就是跟肉类 牛肉 猪肉 鸡肉 羊肉 甚至那个 如果鱼类的话 就少加一点 因为鱼类是尽量吃原味 尽量吃原味 然后 然后这个 一般的肉啊 你加上去 它 它第一个 我们先不管它 有没有住消化 就是说它这个 它去油 去腥 就是 我们肉啊 当不新鲜的时候 是不行的 就算肉很新鲜 就吃起来很油腻 但是没关系啊 有些这个调味料 它去腥 就是去腥 它也不是真的 把油化掉 没那么神 就是它会综合 就是让你的味蕾 让你的舌头 有综合的感觉 所以你加螺热叶下去 它就很神奇 你就觉得那个肉啊 没那么油腻 没那么油腻 所以像是我自己 有时候烧啊 就是不管是 炖牛肉啊 或猪肉啊 或者炒啊 炒肉片啊 就加一点 加一点下去以后呢 尤其是牛肉面 煮牛肉的时候 那个牛肉 它本身很肥的啊 如果 所以台湾人不太喜欢吃 那个美国牛肋条 就觉得太油 喜欢吃那个 喜欢吃那个 牛腱子肉 腱子肉啊 就比较没那么油 但不管 那腱子还是有点油啦 最像我喜欢吃牛肋条 因为牛肉条就是 油比较多 但是油还是要滤掉一点 还是要滤掉 就是比较有口感啊 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滑润 风鱼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牛肋条 一般台湾人不太吃 觉得太油 没关系 没关系 当然一方面 在蹲牛肉的时候 适度的把那个油啊 把它捞起来 然后就是 像这种罗勒叶 还有其他一些 跟这个类似差不多的 兴致相近 就把它 加一点下去 而且这个我加的蛮多的 它就是去腥啊 肉嘛 肉好吃嘛 香嘛 牛肉猪肉都很香嘛 可是 太油 甚至有时候带点腥味 就是加这种罗勒叶 它很神奇 加下去 就没那么腥 没那么油 可以化油 很神奇的 不要紧试试看 我们上集先讲 这里